新闻开始带您来关系 美国总统欧巴马周一在APEC领袖峰会上宣布 美国将会全力投入亚洲经济发展 并且针对中国人延长旅美签证 欧巴马还就香港争取普选的行动 敦促北京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 才能够促进亚洲持续与稳定的经济成长 美国总统欧巴马强调 美国绝对乐见中国的恐怖发展与稳定进步 但是要用正当的方式 欧巴马同时宣布了新的中国人赴美签证政策 赴美短期旅游和商务签证 有效期限从一年延长到十年 学生签证有效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五年 新政策从11月12日起生效 周三欧习会登场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表示 美国乐见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 在APEC期间会面 认为这是缓和录日紧张情势一触即发的机会 美国也将继续就香港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等议题 对中共施压 新唐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